複習一下,不過這個稍微難一點,就是要寫一點層次 我希望等一下增加一個按鈕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話 這邊本來沒有了 你要怎麼樣 自動幫我產生99層發表 那這個就有點難度了 這個是前面的VBA,我們按個按鈕,那這個地方 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希望按個按鈕 它能夠自動幫我把這個範圍的結果跑出來 那你想說這個地方要怎麼辦呢 那第一個一樣要把什麼 在上面這邊其他功能裡面的 制定工作區開發人員要叫出來 按確定 那這個就VBA部分了,剛剛是用公式的方式來 公式加上欄列鎖定技巧 第二個是什麼 要按個按鈕 Visual Basic 那我們的需求是在這邊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因為要撰寫一個 什麼呢 插入一個程序 一個模組再加一個程序 程序的名稱 我們叫做也叫99層發表 比如說我這邊 希望 產生一個 99層發表 的一個 程序 那這個程序的需求是這樣 就是 當我按下 這個按 當我執行它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結果跑出來 那 這個寫法的話該怎麼寫 其實 有一個公式 前面我們寫很多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輸出的範圍 是這邊 這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是從第七 列 先列 先列 有沒有 2到10列 對不對 然後呢 2到10欄 所以如果你要寫一個 前面我們有做過嗎 有沒有 應該有印象吧 如果忘記的話 沒關係 我有影片 YouTube上面有影片 在論壇裡面 因為這我已經講很多次 有沒有 回圈嘛 因為 Excel的試算表不外乎就是 藍跟列嘛 那如果你要自動完成的話 就是要跑什麼 跑回圈嘛 OK 那一個公式啊 就是 有沒有 還記得4 我前面講過嘛 如果是列的話是i嘛 等於 第2列 到 第10列嘛 Enter兩下 Next 這個應該還有印象吧 然後 按個TAB鍵 下一階 藍的話 for 追 追我是代表是 藍 等於 2 到 10列 Enter兩下 Next 好 你的範圍就定義出來了 再一個TAB 中間這一行最重要 輸出到 所以範圍界定好之後的話 他就會從這個開始 這個輸出什麼 換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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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跑完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要輸出的話 就Sales Sales 刮鬍 Sales指的是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呢 第i列的 第 最欄的 所以 第一次是22 22指的是這裡 再來是 2 也是惡列 3 22 23 24 25 26 一直往這邊對不對 然後再輸出結果 因為輸出結果擺前面 公式擺後面 所以後面的公式要填什麼 就填剛剛那個東西就對了 那剛剛的部分的話 我們 公式 是 先 給 列 有沒有 上面的列 然後再乘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你們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這個部分好了 你想一下 這個我想 前面 大概有講過差不多 只是說把它變化一下 那我現在按個按鈕 自動幫我把VBA跑出來 這第二個部分 所以第1招是 這個 第1招 那完成的答案的話 在這裡 各位參考一下 盡量可以先不要看 先想一下 不然的話 你等一下照抄沒意義 我們要的是去理解 而不是死背 以後你的工作 只要是看到有標題籤 跟標 標題列跟標題籤 你就可以 一樣畫葫蘆 很快可以做出來 來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 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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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